欢迎回来 每一年的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 今年的主题为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然而讽刺的是 最近才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 成功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目录的 印尼邦家物理洞岛 再一度迎来了新一轮考验 这个产息量数一数二的海岛 基于陆地上的矿床已经被大量开采 采矿公司就把目标转向了周边海岸 长期以来 渔民担心水体污染 导致海域生态失衡 海产欠收 影响生计的事件终于是上瘾了 印尼有17508座岛屿 远在苏门达腊以东的卡里马塔海峡 其中两座小岛就组成一个邦家物理洞省 原因就在于它的价值非凡 印尼曾经是世界第一大西出口国 其中九成的西产就是来自邦家岛和物理洞的 虽然2013年之后 印尼政府收紧交易规则 减少了国际供应量 但印尼依然是全球最大的金链锡生产国 和原生锡储量第二多的国家 只是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永远难以平衡 尤其岛上的西矿已经开采得七七八八 采矿者目前把焦点转到海上 渔民发现海上采矿设备会破坏渔网 而寻找矿层的方法也污染了原始水域 在海的另一端 大批浮桥组成的采息基地忙碌地运作 公有使用二十多米的场馆 从海床上稀沙 过筛 寻找闪闪发光的黑色稀沙 矿工们也都心知肚明 采矿举动严重打击渔民的生计 但大家同样是为了饭碗 只能各自为敬 矿工使用扶船 每天开采约50公斤的稀沙 每公斤的报酬为7万至8万亿尼顿 折合美元大约是5到5.6美元 采息公司一直在提高海上产量 公开的统计显示 去年已经探明的路面稀储量为16,399吨 海上则有265,913吨 环保组织点出 岛上锡矿厂关闭之后 已经留下许多凹凸不平 宛如陨石坑和高酸性的绿松石湖 一旦采矿活动延伸到海上去 破坏程度可想而知 正好地行 不一定可能 如果未来有选择 如果未来有选择 就是想法 到亚篇的冠聒保 房屋 能够与其撕補保 做到一切都 面对环保组织踏伐 西厂商地马早前公布支援 与回馈当地渔业组织的计划 包括建造人工渔胶 以维持海产资源 尽管如此 西家上涨的诱惑却大于一切 邦家物理动导能否取得平衡 外界并不看好 马西社电视综合报道